这里呢,是一个叫做Wenhui Walking Street的地方啦 但是它的这个walking street哦,这么空空如也的 好像没有东西看这样的 那在这个walking street的对面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河边啦,一个river side啦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交通状况 它现在呢是8.5点半啦,是这个放工的时间 哦,看它的摩托,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 没有停过的 我是想要过去那个河那边逛逛啦 但是,等迟一点没有这样多摩托的时候再过去吧 这个马路呢,我现在是没有很想过啦 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观啦 哇,这个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walking street啊 真的是给你来walking罢了的 它是一个长行的这个广场啦,空空的 然后在它的旁边呢,有这些高楼啦 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呢,这个就是那个Avenger Tower啦 我其实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啦 但是,它就是像那个Avenger里面的那个Tower啦 所以就叫它Avenger Tower啦 没有东西看的,这里就是来走走罢了 诶,前面有卖Avenger里面耶 去买一个冰淇淋来,一边吃一边走 不知道多少钱的一个 超过十千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了 Hello How much? How much one? 10,000 10,000 OK,Give me one 这样一个con呢,是十千块 十千块大概是不到两块啦 还可以啦 看来有什么 哦,就是我们普通的那种Avenger 一个scoop 两个scoop 一个scoop5000 还有放这个牛奶 还有放花生 OK啊,可以啦 十千块我觉得OK OK Thank you 给你们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原来吼,那个cafe apartment 哦 它就在这个walking street 这里罢了耶 你看,它就是一间这样子整栋 apartment 它就是这个cafe啦 但是我就不上去啦 因为它太多cafe了 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 来继续在这个walking street 这里走走啦 这边有一档卖饮料的 然后,在这边呢 有这个街头的艺术表演 是蛮佩服这些街头艺人的耶 他们能够那么长时间的定着 真的是不简单啦 在这个walking street 的镜头这里呢 是一个喷泉交通圈啦 在交通圈的后面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这个ho chimin 的雕像啦 然后雕像后面的这个建筑呢 蛮漂亮的,但是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建筑啦 快要天黑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档口出来这里摆档啦 看一下这个档口卖什么啊 哦,这个档口 这个是卖他们的薄饼 啊 嗨,呃,how much is this? 呃,pizza how much? 25 OK,give me one 这个是他们的越南薄饼 来看一下它怎样做 遮处排卖 嗯 嗯 太热了吗 哪怕比担中 快快快快,呀 哪怕比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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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吼,它的这个不是薄饼来的咧,它的皮呢是脆脆的,我觉得吼这个应该比较像是crib啦。 那它的虾米呢是放蛮多的,我的嘴巴呢现在是痒了,因为我是对这个虾呢是过敏的。 那吃饱过后呢,就要离开这个walking street,要去另外一个walking street了。